总是有网友反映呢 说自从低碳也是以后呢 不知道每天该吃啥 很仇人 我是觉得哈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你只要不吃这个米面和那个淀粉以后呢 那剩下的你就可以 剩下所有的东西都能吃 今天早上我就不做别的 是因为昨天晚上 我老公呢 做这个鱼啊 做多了 然后就剩了 剩了也不舍得扔嘛 然后就说再给他 我今天再给他烤一烤吧 这么多浪费了 你说我不让他做那么多 他也不听 我把这个鱼呢 烤一下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鸡蛋羹 觉得早上也很好 前两天 我老公从网上买的鸡蛋 各种奇葩形状呢 后来有网友说那是不新鲜了 我想想下真是那么回事 这个鸡蛋呢 虽然新鲜 可是一打开 感觉也不对 那个特别的稀 像一般鸡蛋那种粘稠的感觉 所以大家跟平时烧饭是一样的 你只要是把这个米面淀粉去掉以后 剩下的东西你就换一样做呗 其实它里面也还是很大的 你比如说你可以弄点肉馅 穿个丸子呀 穿丸子就很好啊 因为那个穿个丸子 放点蔬菜 然后它有汤 你还可以顺便喝水一样的 所以说低碳饮食 喝汤是个很好的办法 那你就 那你就做个丸子吧 要不然你看 你红烧排骨啊 红烧肉啊 不有很多肉类的 做法不是很多吗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要放糖来做 牛油裹油 例如说那个小烤箱 那种崩得很厉害的 就买便宜的 买个两三百块钱 崩实在不行 扔掉再买 吃国外的五香粉 这啥怪味啊 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国外厨房里 各种用具特别齐全 包括打鸡蛋 他们都有专用的 这个打鸡蛋的这个用具 特别不理解 我想的是 把鸡蛋筷子一打 就完了 如果我再用一个 专用的工具 打完了以后 我还要去洗刷那个东西 不是很麻烦吗 为什么外国人 用那么多的工具呢 我到了国外生活以后 我才明白 他们这种一种文化呀 它是都是配套的 他们呢 愿意用工具 他也愿意用机器 他们在厨房里边 做一顿饭呢 他会用很多很多的器皙 器具 包括你看 他们盘子也多 可是呢 他们就有洗碗机呀 所以说他们吃完以后 所有东西 把洗碗机一放 包括他们的油烟机 他们那个油烟机的 那个罩啊 也是放到洗碗机洗的 是一种密集的小网 然后其实他设计的那种原理 也是要放到洗碗机洗的 所以说你隔三差五的一周啊 就会摘下来 放到洗碗机 洗碗的时候顺便一洗 它就很干净 他告诉我要加满水 说明没水了 好了 我们开始 14分钟 第一次来蒸这个鸡蛋 哇 不错呀 哇 真不错 比我蒸的好多了 就是一顿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早餐 就剩的三文鱼烤了一下 然后蒸了一个鸡蛋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